我国人口加速老龄化 靠近住家的医疗服务需求也逐步提升 多家流动诊所业者近期扩增服务地点 让更多的年长者居家也能够看病 记者陈云儿报道 这个流动询诊团队 每星期都会轮流到全岛各地零里41个地点 为年长者提供免费或高津贴的医疗服务 今年截至8月已有近800人受益 比疫情前全年人数要多 住在附近甚至住在楼上主屋的那些年长人士 他们一觉得方便的话 他们就更加就更加愿意下来来我们的诊所 如果他们没有做过身体检查的至少 建议他们做身体检查 往往我们会发现这些老人家有三高 他们以前不知道 这个中医流动诊所从前年起 开始在东海岸集选区 为居民提供受津贴的中医服务 用户在两年内增加了三成 达1500人 相当方便 好像我们这边外面也是有啊 我没有去给他看啊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啊 因为很累 结买一个人 如果说很多老人家 热灵人家 我们就往那地方去 那如果说在两个月后 我们发觉到这个地方 或许没有这么多需求的话呢 我们就会把这个流动诊所 改去另外一个地点 所以在这种流动的情况下 我们会更好地去配合 当地有需求的居民 另一个经营流动诊所的 新加坡佛教福利协会则表示 从去年到今年 看诊量已增长了两成 这主要是基于流动诊所的方便性 以及人们在疫情过后 对健康意识的提升 新传媒新闻记者 陈俊娥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